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后 很多人都深受鼓舞 但是部分热心的网友又开始质疑 中国搞空间站是劳民伤财的功臣 熊猫想说 这都质疑了30年了 中国都征服太空了 为啥还征服不了你们呢 是的 你没有看错 我们的空间站又被带节奏了 而且这个节奏已经整整存在了30年 到现在还不放过我们 大家好 我是熊猫 上个视频科普了航天人用60年的时间 从零开始攻克空间站的故事 当时还给大家科普了 中国航天人被质疑的往事 结果有网友就开始带节奏 说中国空间站就是做样子的面子工臣 和普通人没关系 还有人说这是劳民伤财的工臣 没有任何的好处 乍一提你会发现确实有点道理 中国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 其实这种节奏早就不新鲜了 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有这种质疑了 尤其是在天空一号武功坠毁事件后 可以说中国航天面临的是被全民讨伐的节奏 那么这个质疑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科普下天河核心舱的前世今生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 让更多的人远离键盘格 对于中国空间站的质疑 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正式立项 是在1992年的9月21日 所以代号又叫921工程 由于是中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 技术难度最高的航天工程 所以从一立项开始 它的可行性就遭受到众多飞役 这些飞役在很多时候看起来也是有道理的 比如困难程度 当时美苏冷战刚刚结束 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还未组建完成 美国也在野心勃勃地计划国际空间站 因此当中国提出独立建造空间站的计划时 国际舆论是一片哗然的 搞不懂中国在干什么 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想上天 这是在做什么晴天白日梦 毕竟除了美俄两国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和技术 独立建造出太空空间站 而且即使强如美国 在面对空间站的运营时 也是无法维续的 中国一个连肉都吃不起的国家 何德何能谈什么上天梦 所以921工程一上马就面临了极大的压力 说是被质疑其实是含蓄了 实际上不仅在国际上遭到了侵蚀和嘲讽 连在国内也在不断被质疑和批评 有说这是劳民伤财的 也有说这是面子工程的 什么质疑的都有 尤其到了2000年后 空间站项目的国际环境再次恶化 2001年 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坠毁太平洋 2003年 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 7名航天员全部遇难 同年 俄罗斯联盟号飞船发生事故 3名航天员受伤 同时巴西运载火箭事故 21名技术人员遇难 全世界对于空间站的项目都不看好 中国空间站计划的质疑声 慢慢的上升到了底风 甚至网上拿出了 中国火箭在上天 西部人民在吃草的终极言论 将载人航天工程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阶段 当时所有人都在问 中国航天到底在做什么 为何如此执着 但是 再图一个未来 一个属于中国高科技的未来 航天无用论 这大概就是所有人对于航天最美丽的误会 航天是科技最顶尖的那座灯塔 它难度之高 覆盖的学科之广 是任何一项人类科技也达不到的 攻克一项航天难题 就需要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而这些进展是可以反补给国内产业的 美国本身就是最为经典的案例 美国科技发展的最快阶段 就是在美族争霸的那段时期 但是获益最大确实在诸多科技军用转商用的阶段 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其中 航天就和众多大工程一样 是一种攻在当代 力在千秋的项目 而且独立自主的航天技术 不仅仅在商业上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还有在国家军事和商业战略上 也是处于最顶端的存在 没有航天 弹劾高科技 弹劾捍卫国家权益 实际上 这种项目在很多人心里其实都很清楚 收益也看得到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投入较大 所以 他们还是从内心质疑自己 发达国家都难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凭啥能做到 他们打从心里就否定自己 这才会形成抵触 抵触进而演化为质疑 但是中国真的做不到吗 至少中国航天人不答应 从1999年开始 中国神舟飞船系列数次成功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用一次次成功打领质疑者 但即使是这样 外界的飞翼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反而随着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 愈演愈烈 在接下来的天宫系列实验中 达到了顶端 为了让项目可持续发展 我们载人航天工程 遵循最经典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一步 成功发射载人飞船 第二步 实现空间实验室发射与载人对接实验 第三步 建造长期载人空间站 此次发射的天和号核心舱 就是第三步 建造空间站的序幕 它的前身就是我们要讲的 天宫一号 天宫一号 这是中国第一艘具有空间站性质的空间实验室 为了中国空间站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因为技术验证而发生的坠毁事件 也把对中国载人航天项目的质疑 推向了高潮 天宫一号 于2011年成功发射 是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 在原电计划中 它将载轨两年 任务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测试资深情况 也就是试验空间实验室运行状态 二是 与神舟飞船进行多项对接试验 为接下来的任务做技术验证 天宫一号发射成功后 在2011年至2013年间 分别于神舟八号 神舟九号 神舟十号飞船 验证了无人对接 载人对接 与多人多天对接试验 这些试验均完美完成 在完成主要使命后 天宫一号依旧运行良好 在如何处理天宫一号的问题上 出现了艰难的抉择 一般情况下 像这类完成任务的航天器的命运 只有受空坠毁 也就是将天宫一号主动报废 但是天宫一号的运行比预期好太多了 不仅整体设备状况良好 费实在可惜 浪费了极好的科研资源和机会 本着花最少的钱多半社的原则 中国航天工程师又给天宫一号 额外增加了一些测试和对接实验项目 其力竟都被称为劳民伤财了 所以不浪费一分钱 这才能抵挡得住喷子的火力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还是低估了他们的决心 2016年3月 天宫一号正式终止数据服务 宣告这次寿命测试达到了极限 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这一次的测试中 中国载人航天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测试成果 随后 天宫一号开始主动坠毁 并落下有航天器坟场支撑的南太平洋 由于天宫一号载轨时长 已经超过原先预计的两倍 部分器件也达到了极限寿命 所以天宫一号坠毁的过程 采用的是无控返回 当时出于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在准备坠落之前 就向国际相关组织进行了报备 并且进行了全方位监控警示 方便世界各国随时警示 结果我们负责任的做法 依然逃不掉国内外质疑者的口诛笔伐 那段时间 国外媒体口径相当一致 就是夸大危险性 质疑中国航天技术 比如以英媒为主指控 天宫一号坠落将造成世纪灾难 这回点可能会在纽约和伦敦 并且夸大渲染天宫一号的危害程度 这种指控 还有一种就是载入地球主动销毁 先在大气层燃烧分解 然后坠入至无人的太平洋中 中国天宫一号就是采用第二种方式 可以说是欧洲空间局甚至直接用 这个风险远低于被闪电击中 来批判这种阴谋论 除了渲染天宫一号坠毁的危险性 还有强调中国航天技术不足的 比如以纽约媒体为主 他们发出的文章大致是这样的 先是帮你辟谣一波 说被砸中的概率是零 然后自理航间却把问题引导向 中国没有控制航天器再返回的能力 这类报道得到了很多国人的响应 他们丝毫不顾忌 我们是在试验的前提下销毁 就痛心疾首的批判载人航天 有故意带节奏的 这都不承认 还指望航天能进步 也有嘲讽的 很好 这很中国 实际上这也是偏见 说中国没有能力掌握返回技术的 可以说是真的不长眼 中国不但是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而且在先前试验的近十次 神舟飞船系列中 均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每次都落在了蒙古回收场 视频的结局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2018年 天空一号最终按照既定轨道 完美坠入南太平洋的航天器墓地 完美地达连质疑者 但是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 为中国空间站做到鞠躬尽瘁的天空一号 却几乎被口水淹没了 我们的航天人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用当时网友经典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科学家在流泪 键盘侠在欢呼 其实何止在流泪 简直是在流血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是在质疑身中起步 并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国家穷 人民不理解 那就用最小的花费办最多的事情 立项支出秉承着一个基本原则 拿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 这也导致中国航天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 依靠一腔腔热血 攻克一个个难题 天空一号事件 让我们航天人感到痛苦的同时 也让航天人的心态更加坚定 更加验证了一个事实 我们的道路没错 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帮助航天人轻松摧毁了对天空二号的质疑 天空二号是天空一号的备份空间实验室 它由实验舱和资源舱组成 是用来防止天空一号任务失败而设置的 结果天空一号超额地完成了任务 于是 这个备用飞行器就被改制成了天空二号 2016年9月 天空二号搭载长征二号F火箭 正式向太空出发 主要任务有两个 一个是替代天空一号进行更深层次的对接 观测等技术验证 另一个任务是 为将来中国空间站进行应用层面的实验 比如太空技术 航天医学等等 2018年9月 天空二号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当时又面临退役 或者继续实验的抉择 情况和天空一号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中国航天人没有丝毫地犹豫 自己的路 自己走 经过防复验证 中国航天人顶住压力 选择继续完成接下来的天空三号任务 2019年7月 天空二号完成额外增加的任务 受控再入大气层 部分残骸再次坠入南太平洋 宣告新增任务也圆满完成 天空二号没有步入前辈的后城 还超额完成了天空三号的任务 同天空二号的出身一样 天空三号也是备用空间实验室 但是秉承着每一步都有突破的规划 天空三号背负的科研任务也就不大了 因此就取消了飞行计划 改制成天空号核心舱 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说的内容 可以说 天空号核心舱的诞生 就是中国航天人数十年的缩影 从被质疑到被认可 再到如今取得的成就 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致敬 接下来中国还有将近十次的空间站发射任务 涉及载人飞船 护运飞船等 真正属于中国空间站的辉煌 才刚刚拉开序幕 让我们一起祝福中国航天 你们值得我们感谢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